下载看见APP 穿越历史 看见真相 剑宁公主是金庸小说《鹿顶记》里的人物 康熙溺爱的妹妹 喜欢太监的公主 任性阉割未婚妇的奇女子 剑宁公主在历史上确有奇人 但她既不是康熙的妹妹 更没有伤害吴英雄 她在整个清朝历史上还有着独一无二的地位 剑宁公有称和硕长公主 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四个女儿 顺治皇帝的妹妹 康熙皇帝的姑妈 顺治五年 年仅十三岁的剑宁公主 被顺治赐婚给平溪王吴三桂的长子吴英雄 这个举措 足见清朝皇室为了拉拢吴三桂 投下了巨大的本钱 第一 剑宁公主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个下嫁给汉人的公主 之前公主联姻的对象主要是满族和蒙古贵族 第二 顺治把自己的亲妹妹赐婚给吴三桂的儿子 而她赐婚给平南王尚可喜 静南王耿京中两个家族的公主 不过是自己的养女 如果论起辈分来 顺治相当于是向吴三桂指晚辈里 而吴三桂的儿子吴英雄则成了顺治的妹夫 康熙的姑父 剑宁公主下嫁 将吴三桂家族推向了荣耀的巅峰 但在剑宁公主和吴英雄结婚二十年后 十八岁的康熙决定裁撤三番 吴三桂起兵造反前 曾派人到京秘密营救 一直被清政府当作人质的吴英雄 意想不到的是 吴英雄并不肯放弃剑宁公主和家眷 只让他人将自己和剑宁生的长子吴世凡带回了云南 当吴三桂起兵造反后 康熙皇帝为了表氏彻底消灭吴三桂的决心 下令处决自己的姑父吴英雄和自己的表哥吴世林 当初作为政治筹码的剑宁 最终又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公主的悲剧可能在他十三岁下嫁汉人时 就已经注定 看过还珠格格的人都知道 在乾隆四十多个后妃中 湘妃是最受宠爱的那个 相传她极其美貌还天生异香 但历史上真实的湘妃真的是这样吗 湘妃的真实容貌到底长什么样呢 关注看见微信公众号 回复湘妃你就知道了